五十九 五十九页這邊有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主要我們重點是在刪除 不過如果你刪除的程式不知道的話 其實可以按部就班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一列刪除的話 這一列刪除在程式裡面該怎麼做 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一般都會用開發人員裡面錄製起來 那你可以把動作錄下來 然後再分析它的動作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我們錄製一個句子 這個句子名叫刪除 刪除列 叫刪除列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請你游標放這邊選取 按右鍵然後呢就刪除 這個動作刪除之後的話請你把它停止 停止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就有個刪除列 按編輯一下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的話就會出現什麼呢 哪一列有沒有 然後呢delete 那後面的話呢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shut 然後呢up 就是把這一列 那列的話呢 選取的方式是row 後面的話呢加上 第幾列對不對 那剛剛我們刪除是第四列 那第四列把它刪除 第四列把它刪除 那如果我說我今天呢 希望跑一個回圈 那可以把這邊呢通通都把它刪除的話 那你要去思考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怎麼知道說這邊是空白的 這邊是空白的 所以如果要知道這邊是空白的話 理論上當然我們可以去做一個if的判斷 一個if的判斷 那跑的方式的話呢 原則上我們可以一個一個往下 好 往下去去找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判斷的方法 各位可以看到在59頁 這邊的程式裡面 在那個程式裡面的倒數第二 四六